网络交友也是另一种诈骗圈套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诈骗集团 用假交友的方式取信被害人 再用话术取得银行账户资料 还伪造金管会主委假证件骗取被害人账户 清查后总计22人受害 不法金额有200多万元 透过通讯软体以各种话术来取信被害人 骗取得被害人的银行账户金种卡截密码 再以这些账户来进行洗钱犯罪 清查后总计有22人受害 不法金额有200多万元 假交友他就在网络上可能就散播说 有点类似男女朋友这种 类似这种的交友方式 然后先聊天聊一段时间取信被害人 等他们比较没有心房的时候 再用假投资的方式说 他有认识一些投资管道类似这种的方式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的这期诈骗集团 是从网络交友下手 更伪造了金管会主委证件来骗取被害人 警方趁车手集团在苗栗提领款上要交受赃款时 专案小组火速逮捕成功阻诈 警方逮捕到的取部团跟车手团 都是属于同一个组织 而幕后主嫌警方还在追查中 全案警讯之后分别移送台湾彰化及苗栗 地方检察署的侦办 就连加话台中才放不到 有松 GO Viv Vivid Viv